一把平平无奇的扇子通过飞衣手艺就能变成艺术品 眼前这个女孩把扇子浸入染缸 一进一出 纸黑 吸附水中七色 扇面纹路浑然天成 极具生命感和随机性 每把扇子都将变成孤品 她仅用一个视频 就让两百多万人了解到 这个宅家就能制作的飞衣手作 她就是手工博主陈二十 一位心灵手巧的广东女孩 漂漆技法是大漆工艺中的一种 人画一半 天画一半 无论动手能力好不好 都可以做出一把属于自己的扇子 要漂漆扇效果好 关键是调漆和配色 众所周知 颜料欲水 非尘即溶 而大漆颜料之所以能在水上漂浮 秘诀则是在漆液中加入西式剂 长二十别出心裁 决定做一把敦煌配色的扇子 还原八千年前的东方色彩 首先把漆料分别加入橘子油稀释 再用石杵研磨至合适浓度 之后将调制好的漆液点在水面 凭借水面张力让色漆自由蔓延 挑成随机图案 也可以动手脚和漆面 挑成独一无二的花纹 除了配色 上色部分也可以随意发挥 长二十拿着扇子左右滑动 就得到灵动的水波纹图案 还有中国水墨画的特色表现了不一样的意境和韵味 最后把漂漆扇悬挂风干 还可以盖上个人印章 提诗 香薰 国风古韵 氛围感满满 陈二十的视频中 除了漂漆画 还展示了许多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美食和手工 他曾用亚纳宗科普逐渐被年轻人遗忘的端午习俗 用古老的飞仪竹编剂一座风陵 学古人玩浪漫 用油画棒把山海经中的十二花神开在了日历上 就连一颗荔枝能被他物尽其用 肉泡酒 和种树 可用古法做南宋荔枝香 陈二十把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揉进了他的手工里 将观众传递这独具一格的美 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心意 带领更多的年轻人去感受传统文化 就像这把朴七扇 你我皆为普通人 也可以是非遗传承人